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女演员 随后又搭档了李又斌 佟大为 徐静蕾等人 参演了多部电视剧 潘兴仪原本可谓是辛苦坦荡 可是不幸悄然而至 令人没想到的是 她一次在家中接电话的时候 意外滑倒撞破了鱼缸 导致玻璃碎片砸进了大肚脉 最后失血过多去时年仅29岁 在追悼会上 姚晨 温兆伦 黄乔磊 等潘兴仪的多位生产好友先来告别 作为大学室友的姚晨一路痛哭 省得晕了过去 不免让人觉得是为了脆弱不堪 如果潘兴仪当年没有发生意外 说不定现在的娱乐群 还有她的一席之地 大家还记得潘兴仪吗